議員乘租的辦公室還在 但員工作位空無一人 這裡是時代力量 前高雄市議員林雨凱的服務處 連任失利後 下一步要怎麼走還沒確定 但首要面對的是債務問題 有一些廠商是在選完之後 政治現金裝戶已經關閉之後 來請款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 私人必須要償還 那這樣的債務 大概在一百萬左右 近代他打來的時候 其實有給一個優惠的利率 所以我一聽覺得 這個好像可以申請看看 所以我就立馬申請 林雨凱坦蕩面對債務 他說選舉花最多錢的是廣告費 其次是人事費 尤其小黨資源有限 頂多支援10到20萬元 所以有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款 但不足以填平支出 我上一屆拿到48萬 這一屆剩不到30萬 就是因為投票率低 其實對小黨的各方面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同樣被債的還有他 代表民眾黨角逐高雄第五選區 市議員的退休教師陳慧君 遭員工投訴欠薪不還 我用我們家族的土地去處理出來 員工的薪水拖著的話 我會優先處理 因為我是老師退休 我也不可能說就不負責任 選舉雖然落幕了 但該走的帳 該還的錢還是跑不掉 近新聞轉臨謝嘉玲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